好 诸位法师 诸位灵友 大家晚安 阿弥陀佛 请合掌 跟我一起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济 一起念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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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止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好 今天是第二天 我没有计划要带大家诵经 请各位先专心听 今天我要带你修常观 先请专心听 然后我们待会再一起练习 请看幻灯片 首先先今天要教的是 观想十方一切无量的众生 请看幻灯片 常观 先观想自己坐在莲花里 这个莲花是代表菩萨六度万恨的因 将来成就无上的佛果 莲花你可以观想为金色的 白色的 或是彩虹的颜色 但是建议你不要观黑色 因为黑色 虽然现在年轻人穿衣服都很喜欢 black and white 很酷对不对 可是在佛法里面 黑色是代表恶业 它会让你的心比较昏沉 黑暗 所以建议你观想 你喜欢的颜色 金色的 粉红色 黄色 彩虹的颜色都可以 像我呢 观像彩虹一般 像虚空中的彩虹 第二个 观想的时候注意 就是不要观它是硬邦邦的 就好像我现在佛桌前面 有一尊佛像 是铜流金的 非常的庄严很好 但观想的时候 观想它是透明的 没有实体 就像彩虹一般 这样你会跟空性的叫法相应 各位前一个讲座 各位听过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心经就是要你照见五蕴皆空 先从转你的念头 就是不要把它当真实的 接下来也要观想 你自己的身体也是透明的 你会说 师傅 我现在有血肉之躯啊 没错 可是每一天 每一秒 你身上的很多细胞都在变 昨天的我 跟今天的我也不一样 今天多了几个青春到 头上多了几根白头发 所以其实没有两天 你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这样维系的变化 你若不学禅观 跟不学佛法 你是不容易察觉的 在圣生的禅定当中 你会感觉到山和大地 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化 但变化却不会干扰你 比方说各位现在全部坐在这里面 环境很好 你可以听得到除了我的声音之外 还有冷气的声音 有没有听到 没有听到的话 除非你是笼子 你听到了冷气的声音 跟我的声音 跟我的声音在一起 可是它不会干扰你 叮金 同样的 在禅观的时候 你会感到身心的变化 也会感受到身体跟外在环境 气的互动 但是它不会影响你 请看宽灯片 佛陀在没有成佛之前 学过印度的外道 所以佛陀事实上 对印度的瑜伽 是非常的了解的 所以人的确有磁场跟能量 但是从佛法的角度里 我并不会很强调 但是假如上禅作般的话 你要调身 调习 调心 你就会讲到气的变化 中国道家也修气 可是气最后呢 只能让你语化成仙 成为仙人 但是还是出不了外道 出不了六道轮回 而印度呢 佛陀也曾经学过瑜伽 Yoga Yoga就是翻成为身心相应的意思 瑜伽 佛陀也曾经修到 飞墙 飞飞 想触天 他可以一定入八万四千节 可是佛陀也觉悟到 若没有断心中的 我执跟我见 八万四千节以后 出了定 还是会轮回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张图 从一般最后面叫饭穴 接下来头耳 喉咙 心肩 肚脐 还有 丹田 海底伦 还有密伦 一共有七处 有些经论讲五处 有些讲七处 我刚从这一笔红法回来 在坐禅三昧经里面 还有思维掠药法里面 就明显的说 我们观想心要放在五处 所以今天教你的禅观 注意听是破除你的我值 扩展你的心量 破除你的我值 就是观想你的身体是透明的 不是这样子有血肉之躯的 我们一般有血肉之躯 碰到你的身体 当你给人家握手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手有温度 跟女士握手 哎呀 她的皮肤好白呀 你看 你就动念头了 对不对 可是呢 你若是跟一个柱子握手 你会发觉 她是硬邦邦的 所以 我们身体有绝授 对方有情的众生 所谓有情众生 就是有思考的众生 就会有体温 你就会有感觉 比方说你抱着小狗跟小猫 你为什么喜欢舒服的感觉 因为它有体温 你不会抱一个木娃娃吧 木娃娃你觉得好 可是它不会讲话 所以我们有情世的众生 因为有神世 有血液的流动 有气的变化 有心的变化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禅观 是一 破除你的我值 观为身体是透明的 第二个 扩展你的心量 好 过几天 明天我会教 Power of the Buddha 就是观 观世音菩萨 可是今天呢 叫你观呢 是先观想你自己 等一下 先让我看一下 好 先看 在《波浙三昧经》里面讲 有三种力 你现在很暗 你看不到字 没关 你很暗 不用做笔记 用心背起来 The power of the Buddha The power of the Dharma or concentration The power of yourself 第一个 佛的力量 第二个 法的力量 或是叫三昧的力量 第三个 就是你自己 你自己修行的力量 这个请你背起来 这个适用于 一切的经论 去解释 有时候 有些经论 他会讲 佛力很重要 比如说讲 观世音菩萨 补门品 只要一念观音 观音菩萨 可以 寻生救苦 水灾 火灾 风灾 所有呢 乃至于你人家 上官司 被人家诬赖了 或是被人家欺骗了 或下咒术了 你都可以念 观世音菩萨 而得到加持 这叫做 The power of the Buddha 第二种 法的力量 The power of the Dharma 法的力量 比如昨天教你念 华言经 观自在章 那就是 大方广佛华言经 法的力量 这里的法的力量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指 缠坐的力量 所以我们的心的力量 是很大的 我西藏有一个老师 曾经告诉我们 教禅官 心的力量 大过于一颗原子炸弹 比日本 这个核能发电产 炸弹炸出来的力量 比第一次跟第二次世界大战 所炸的炸弹力量还大的 那为什么我们感受不到 因为我们无量节 我们的心都往外跑 眼睛往外看 我们从来没有去开发 我们心中的潜在力量 所以现在东南亚 也很多告诉你 所谓的心灵科学 就是开发你心理的念力 或是神通力 或三世因果力 其实那些都还是 small matter 就是小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佛陀说过 神通敌不过业力 所以接下来 第三个 自力 the power of yourself 就是你自己的力量 这里的自己力量 指什么呢 指自己修行的力量 各位佛友 这么多年来 你 对不对 修界定会的力量 修文师秀的力量 诵经的力量 拜灿的力量 这些呢 就像一滴一滴水的一样 滴的会最后变成 一条广大的河流 这叫 the power of yourself 注意听 今天我教的是第三种 告诉你怎么样 训练你的心 打开你的心量 所以教你观 十方无量无边的众生 明天我会教观世音菩萨 靠自力之外 还仰仗大悲观音菩萨的 圣好的力量 这是自力跟佛力 而真正要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要这三种力量 都同时接起来 就像刚才很抱歉 谢谢电脑人员很紧张 因为出了一些状况 对不对 一个插头可能没有插好 一个设定设不好 电脑呢 它就没办法显现的 同样的三种力量 叫三足鼎立 请背起来 所以你这样的佛法之见 才是正知正见的 另外过几天 我看是倒数第一天 或是倒数第二天 我会教 有些的众生 当他断气了 看不到极乐净土 我看不到佛菩萨 然后自己呢 生命已经快要结束了 那怎么办 要靠法的力量 所以你要回学会 背普贤行愿品 我背拨惹心经 那时候你已经断气了 我今天不会讲 我会愿意预告 过几天我会教 当你断气的时候 你的眼睛是看不到了 你不可能说 师兄拿一本普贤行愿品 给我看吧 太远了 对不对 太近了 我忘了带老花 你临终有时间做这些吗 没有吧 所以临终的时候 你要靠自己背 所以心的力量 法的力量 要靠各位背 可能各位会背心经 很好 可能有些连友会背大悲咒 可是有些你会发现 当你头痛或是伤风的时候 说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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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念错了 所以 法 你必须要用背的 这个要慢慢加油 这才是你提升 你修行的这个力量 好 今天我要教第三个 请看幻灯片 再说一遍 佛力加持 求佛加持 要常常念佛或执重 第二个法力 是圆三魅力 要训练直观 所以静坐是很重要 静坐不分年龄 任何的大菩萨 小菩萨 老菩萨 或心菩萨 你都应该学静坐 第三个 自力 就是趁着你健康的时候 你以后自己有善根 听闻佛法 有坚强的信愿心 愿意忏悔业障 读诵大臣 忏除业障 广积无量的功德 举一个例子 今年很惭愧 师父又老了一岁 四十五岁 虽然我讲经很辛苦 可是你每次看到我 讲经的时候 深如红中 对不对 我讲经佛法 讲两个小时 我都很欢喜的 那是趁着我现在很年轻 到老的时候 那就没办法 请看DVD 是不是 我到的时候 最多给你半个小时 开始我就老了 老气会摔了嘛 所以你怎么知道 你希望健康 能够长寿呢 第一个 中气很足 所以新加坡人 最喜欢吃什么 燕窝 人参 都是补你身体的气呀 所以气 其实很重要 若呢 你这个没什么气 怎么讲 英雄气短 对不对 所以你若气不足的话 其实你的寿命 不会长的 好 接下来看 佛力的加持 这是阿弥陀佛的加持 再看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图 你知道 我们现在生人间 是很有善根的 可是呢 你观想自己坐在莲花 你知道事实上 这个世界有无量无边的众生 就像无量无边的大海 你从来没想过 所以今天我要你开始观想 第一 待会敲第一声 木鱼的时候 会观想自己坐着 先用听还没有开始 观想在静明佛学社 这么多 佛堂里全部的莲友 你就一个一个想 左右开始想 很多很多的莲友 有些穿不同的衣服 有些有戴眼镜 有些没有戴眼镜 这不是妄想 这是常观的一种 转变你的心 第二个 想 静明佛学社 在出去外面 给浪这区 有很多很多的众生 包含有 华人 马来人 印度人 有从中国来的 有从外国来的 有各式各样的人 就像什么 大海中 云云众生的鱼 请看幻灯片 鱼 是很多很多的 你看 海里的鱼有多少 你们有没有想过 你们常常只去 圣陶沙玩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圣陶沙旁边 有很多很多的鱼 所以我常说笑话 你去动物园 来告诉孩子 来 Baby Come here This is the number one Called a monkey 你知道他吗 跟你讲 This is outside Called a human being 你跟他讲 这里面是叫做猴子 猴爸爸跟猴妈妈 跟他说 儿子看外面 来看我们的 都叫做人类 你看他 他也看你 可是我们常常 很少去想 跟我们没有关联的众生 举个例子 你最多 这辈子你会想多少人 就算你当一个 公司的老板 你带200个人员工 或300个员工 你最多的只想到 两三百人 对不对 你曾经想过 新加坡全部的众生 很少吧 接下来再看下一张 大海里面有大的鱼 有小的鱼 有很多很多的 不同的鱼 对不对 你有没有想过 新加坡之外 还有呢 其实新加坡在东南亚 真的很了不起 只是一点而已 对不对 马来西亚就比新加坡大 马来西亚也比台湾大 七倍到八倍大 你有没有想过 东南亚所有的众生呢 我们只有在日本灾难的时候 Oh I'm sorry to see that I'm sorry to hear that 过了以后呢 意思是说 很抱歉 我听到日本的灾难 然后就很感动 流眼泪 过一个小时以后 就没事了 为什么 死的不是温度的 都是白人的 死的都不是我家的 都是别人的 我举个例子 日本东京 这次灾难的时候 师傅也有几位 不是日本朋友 在东京 我立刻就上网 发简讯给他 你还活着吗 你家人还好吗 我真的很担心你 那天啊 我为了准备换灯片 做到半夜 刚好他也会 在线上 他说还好 我真的活着 但是那个地震啊 真的太可怕了 海啸非常的可怕 我说我会 因为他也是佛教徒 在家居士 我叫他念 大悲观圣音菩萨 我说我会 送经回向给你 我的简讯 你随时需要什么 帮忙告诉我 过了一个礼拜 我再发简讯给他 你还好吧 我看到辐射线 已经开始 因为风的关系 吹到了日本 东京 他说我们很多人 准备搬到乡下去住了 甚至很多人 想放弃在都市的工作 甚至有些人 想搬到其他国家去 但是并不容易 very very sad and disappointed 非常的悲伤跟失望 我跟他讲 never give up please 请永远不要放弃 那请问 假如你 现在嘉然住在东京呢 我在日本国 你会感觉如何呢 另外我过夜打坐了三天 我突然我想到一个 我多年前教的 光复国小的小朋友 25岁了 是一个女生 现在在日本东京念书 那天我真的很紧张 我打了电话 问我的学生 学生查了名单 打电话问他爸爸 问他 他还活着吗 好消息 他终于佛菩萨保佑 他还活着 三月底就毕业了 就会回国 但是现在灾难来 能不能毕得了业 他还不知道 师父讲这些真实的例子 是每一分 每一秒 我们都发生 你修大悲观世音菩萨法门 那么大悲观世音 愿我速度一切重啊 一切的众生 都在受苦当中啊 对不对 当然我们不一定 每一个人像国王一样 有这个力量 但是你应该 从你的角度里 尽心尽力的去帮助他们 乃至于鼓励他们 所以东南亚 以及全世界的每个国家 都出动了救援队 所以不要散播 世界末日的思想 从观音法门的角度 可以告诉你 众生苦难越重 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怨心 更广大无边 观音菩萨一定化身 千百亿化身 来救度众生的 你怎么知不知道 日本在救难队里面 很多的救难队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呢 很多和年发电厂 死守着自己的责任的人 也是观世音菩萨 或地藏王菩萨的化身呢 因为若核能泛滥的话 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们都是同一个地球村啊 新加坡也会遇到苦难的 台湾跟香港 现在就进入警戒了 你看我红发 要红发到这个月底 才回台湾啊 我只能祝福 我只能发愿 我只能点灯 我只能回向 但是我相信 佛菩萨的力量 佛力一定大过于一切 所以请背起来 The power of the Buddha The power of the Dharma The power of yourself 佛力 法力 跟自力 三个结合起来 众生的共业就会转变 这个世界 还有横河杀树 无量无边 你看得到跟看不到的人 都在修行的 所以永远不要放弃 接下来 你常常训练你的心 你的心就会放出 清净 波尔波罗蜜智慧的光芒 就像真心可以放出 清净的莲花 我们的心像磨练 中国有一句话叫 滚动的石头 不会长青苔 糟糕 新加坡也看不到石头 对不起 我举了这例子 都会聊到乡下 没关系 那你走过圣陶沙 看过海边吧 有石头 你注意看石头 有鳞有脚 它一定尖尖的 但是说在河流里面 一直打滚 有一天你去马来西亚 或印度尼亚 到河流的时候 你看石头 若很圆的呢 它常常会滚动 因为山上的水 一吹的时候 一流的时候 它就会滚动 滚动圆圆的石头 上面不会长青苔的 只有不滚动的石头 它才会长青苔 这意思是什么 我们的心 青苔是我们的贪嗔吃烦恼 滚动的石头 是代表你 像佛法一样 用界定会 每天训练自己的心 你的心就会放出智慧的光芒 有一天你也有自信的大悲观世音 有一天你也可以向观世音菩萨 牵触祈求牵触线 苦海常坐渡人舟 所以你必须训练 昨天看过这张照片 一切的众生都有慈悲的本质 没有一个众生希望被杀的 所以佛教南传北传藏传的第一条戒律 就是佛教永远不可以杀身 为什么 因为有情世的众生就有佛性 他将来会成佛的 接下来你看 两只猫咪 在这边看新加坡的夜景 一切的众生都会相互的依赖的与照顾的 你知道吗 猫咪跟猫咪也都会在一起的 不管是猫爸爸或猫妈妈 或是儿子或是爸爸 他们也会相互依靠的 你有没有看过狗 对不对 狗母狗生了孩子的时候 假如你靠近他 他会咬你的 因为他以为你要抓走他的小孩 每一个众生都希望能够保护自己的家人 保护自己的孩子 所以没有一个众生不希望受到痛苦 没有一个众生不希望受到永恒的快乐 所以因为我们要离苦得乐 所以我们必须要改变自己的念头 所以想一想大海云云的众生 你就知道事实上这个世界的众生 有天上飞的 地上爬的 池里游的 水中跳的 是你看得到的跟看不到的 昨天有一个佛友问我说 师父你每次奖金都发起充满很多很多人 我说不止人 我还看到很多你看不到的众生 他说真的 他也来听经吗 我说你不是说听过吗 观世音菩萨会度六道众生 那你怕什么呢 鬼也是从人变的 鱼也是因为在人道造了恶业 才堕路变畜生道的 六道所以有有情世的众生 都是由人去投胎的 所以事实的真相是 我们每一个人在天上里住过 我们忘记了 我们也在人间住过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当过 喵 梦梦 当过猫 也当过狗 可是我们忘记了 我们也在地狱恶鬼 畜生 受苦过 所以告诉各位真话 你观察周遭的莲友 有些过去世是从天人来投胎的 相貌很好 福报很好 智慧很高 有些人呢 你就会觉得他呢 就比较低 不师父没有看低他 而是说low level 为什么 他就是很愚痴 呆呆的 对不对 很没有智慧 烦恼很出众 脾气非常的不好 因为他是从三恶道来投胎的 有些众生参加了100公尺赛跑 第一名 当然了 他过去是豹来投胎的嘛 豹是跑最快的 有些小朋友在学校游泳第一名 很好 他可能是海豚来投胎的吧 所以事实上的真相 是每一个人都当过六道轮回里 若你真正的好好休息 透过甚深的禅定 不用问别人 透过你的禅修跟梦境 你就会知道过去心 现在心 跟未来心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念头像河流一样 从上游 游到中游 游到下游 我可以告诉各位真话 师父好多事也是诸家人 我好多事也是讲经的法师 我第一次读大方广佛华言经的时候 我一读就懂 因为我过去事也读过 假如你很认真的愿念 普贤行愿品 贤结千佛 你都会遇到的 所以重点是在你要自己培养你的音 好 现在讲一个段落 请背挺直 身体放松 我会慢慢引导你们 眼睛不要全闭 观想 第一个目语先观想 敬明佛学生大殿所有的莲友 你一个一个想 你尽量想 想得越多越好 今好 这只是一个转换心的方法 你不要去害怕 师父坐在这里 这里也有佛菩萨 你不要想一想 哎呦 想到的待会呢 我走到功德堂 会不会跟 Hello Nice to see you 跟你讲话 不会 那些都是幻觉 好 先背挺直 身体放松 十方无量众生的观想 先想自己坐在大宝莲花 想好了以后 开始想 外面 马来人 印度人 中国人 巴格拉特 外国人 也有无量无边的众生 他们很可怜 现在没有听到佛法 而升起 大北心 这样静坐 一下 接下来想 整个新加坡 东南 西北 无量无边的 全部新加坡 多元种族 多元的众生 不管看得到的 不管看不到的 第三个阶段 想 亚洲 所有的众生 包含日本 苦难 死亡的众生 勇敢 活下来 坚强的众生 东南亚 所有一切 云云的众生 尽量的想 想象力 发挥你的想象力 想无量无边的众生 这里的众生 不单单只有人 接下来想 全世界 今年有七十亿 这么多的众生 在整个地球 我们是生命 共同体 住在这个地球上 接下来想 像佛经讲的 净虚空 骗法界 十方三世 无量无边的 佛国土 有无量无边的众生 包含东方药师佛 西方阿弥陀 无量无边的佛国土 有无量无边的众生 都在学习佛法 修行佛法 利益无量众生 这样静坐一下下 用你的心去想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不要你期望要看到什么 真正用你的内心去感受 去观想 好 结束了 眼睛轻轻地扎一扎 手慢慢来 不要急 动一动 怎么样 你可能从来这辈子 没有这样想过吧 为什么 看师父 我们的人常常走在马路上 只想 我今天会不会捡到钱 你看我们的眼睛 永远只看在自己的眼前 我们的眼睛 永远执着自己 眼见为凭 看到的才相信的 但事实上看到的 不一定是真的 我们只想到 我们这一生 现在 这个月 今天 现在 这一秒 可是我们忽略了 佛法告诉我们 有过去 现在 与未来 忠实你每天读金刚经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其实嘴巴里念 大部分的人 还是只想现在 所以可见 我们从来没有 让我们的心量扩大过 在大秤 以及金刚秤 常做的时候 眼睛会看不同 第一种是看平的 第二种 往上看 像师父 现在看 我就看到 金刚 波罗蜜金的经文 假如你的眼睛 能够透视 你就可以看到 给让整区 阿罗汉就有 这样的功德力 他看三千大千世界 就像一个 掌中的阿摩罗果 就像你们的榴莲一样 放在手上 菩萨也有 这样的功德力 问题是 我们的心量 从早到晚 只想到自己 自己的家 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有关的事 当然 从人的角度来讲 是没有错 这是自然的 可是 圣人跟凡夫的想法 是不一样的 所以 你永远成为凡夫 因为 你只想到你自己 就算你学佛了 你也很认真的念佛了 可是呢 请看幻灯片 你没有像释迦牟尼佛 想到 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在念 普贤行愿品之前 你要先听闻佛法 要扩展自己的心量 而扩展心量的 第一个关键 先要训练你的心 禅定力很重要 这是台湾中台禅师的 释迦牟尼佛 原版出自于韩国石窟安的 释迦牟尼佛 非常的壮观 为什么佛 会背后有光中化佛 无数亿呢 各位看 静明佛学社 师父的背后 尊贵的释迦牟尼佛 也可以光中化佛呢 为什么 他的心 可以产生千变万化的功能 可是我们没办法 佛陀的头上有放光 我们头上呢 没有放光 我们只有拿雨伞 对不对 我们从来呢 头很少放过光 就算你放光 你自己也看不到 但阿罗汉跟菩萨 跟天龙巴不看得到 所以大悲观音法 是过去现在未来 一切诸佛都必修的法门 所谓的过去佛 在这张印度菩提加爷的石窟里 过去佛 是指燃灯佛 因为在金刚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 是第一个遇到燃灯佛 为他授祭 不像中国 现在你们的大殿右手边 药师海会佛菩萨 那是在中国唐朝以后 东方有无量诸佛 其实在佛经里 常常提到的是阿处皮佛 修般若波罗蜜 但中国人从唐朝以后 很喜欢医药 你看到现在华人 Chinatown 还是很多的补品啊 医药啊 针灸啊 所以中国人都希望健康长寿 所以东方药师佛就登登登登 就变排行榜第一名了 那是在中国唐朝以后 再看这张图的西边 西边本来也不是阿弥陀佛 西边是下一尊 南无当来下身 弥勒尊佛 这代表过去然登佛 现在释迦摩尼佛 未来弥勒佛 这叫三世诸佛 再看香港 大雨山旁边观音寺的 最上面五方佛宝殿 还有前面的贤节千佛 都是用木雕的 希望各位有机会去香港的话 不要忘了 不要忘了只是去迪斯耐勒园 和海洋公园 也应该去看一看 大雨山天坛大佛 跟观音寺的五方佛 五方佛是用中国大称 东南西北中木雕的 过去现在未来诸佛 都是无我的 也为众生宣说 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愿心 接下来再看三十五佛 在八十八佛参悔里面 有三十五佛跟五十三佛 为什么三十五佛呢 他的忏罪力很强呢 那是因为这三十五佛跟五十三佛 发愿在我们这个最苦的娑婆世界 跟地藏王菩萨 跟释迦摩尼佛一样 在这个地球成佛 在南瞻部州五卓二世 结卓 见卓 烦恼卓 众生卓 命卓中 为众生宣说佛法 那他们宣说的五量教法当中 第一个也为众生宣说 大悲观音法门 好 昨天只是简单的 今天再复习 然后我就开始会讲经文 希望这次显密原容观音讲座 不管你是从part one 一直听到part four 你全程参加 当然师父很感谢 但是我若要考试的话 我会考你这三尊佛菩萨 真正的请看 三西省崇散是千波的文书施利菩萨 代表智慧第一 他有一千只手 每一只手有一个波 每一个波有一个化佛 文书菩萨是千佛之师 虽然我们昨天经文讲 释迦摩尼佛因地拜过观世音菩萨 学观音法门 在有些经论 释迦摩尼佛也拜过文书施利菩萨 学过般若波罗蜜 缘起信空的教法 第二个中间 二十七餐 代表大悲观世音法门 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跟我们华原人的缘很深 各位并不陌生 看第三个 就是普贤王菩萨 代表念念相聚 无有间断 生与异业 无有疲愿 后面的这个缘签 代表华原经的一针法界 所以各位发愿吧 现在中国很进步 新加坡跟中国 也有很好的各种文化 政治互动关系 请看中国五台山 戴罗顶的文书施利菩萨 再看下一张 五台山最庄严的书相寺 文书施利菩萨 所以大上佛法曾经在这块国土 东南亚非常兴盛过 只是我们后代的弟子 不够精进 不够用功 没有在实修与证物上 在更用功 接下来 如果有机会 你去看浙江省普陀山 普济寺的 毗卢 龙观音 在普陀山的普济寺 感应录里面曾经说 在这个大殿里 拜大悲灿 很不可思议 只要有一千个人 拜大悲灿 那大悲灿知道 各位有一段 会精行绕佛 这个大殿 一千个人 都在那里面 假如下次 这大悲灿 假如是一千五百人 很奇怪 一千五百人这样绕 这样绕 还是在大殿里面 那是观世音菩萨的 神通宝殿的功德力 接下来再看 观世音菩萨 有显教的化身 也有密教的化身 这就是 圣死一面观音的咒 我念大悲神咒 我观想的 就是这张佛菩萨 所以各位 你要去选一张 佛像 佛是没有形象的 你要选一张 你自己常常 生欢喜心的 画像或雕像 常常去观想 就像孩子想妈妈 妈妈也想孩子 明天会教你 怎么样去想 观世音菩萨 再看 普贤王菩萨 和明山 明朝万历年间 皇帝下令见的 同流经的 普贤王菩萨 代表怨恨 无量无边 所以 山摘冬子五十三 最后一餐 为什么要圆满 无量无边的功德 要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要圆满无量无边的愿心 成就无量功德的福果 那要修什么 普贤十大愿 接下来再看 2006年 已经开光的 十方普贤王菩萨 所以可见 不是只有观世音菩萨 有十个头 代表十地 任何一个佛菩萨 都可以显现 十个头 代表华烟精的十地 那这个大象 事实上有四面 东南西北 最后一个是在背后 你没有看到 对不对 好 现在请看经文 请开灯 九十四页 请看幻灯片 甲二 正中分 几二 详说观音广度 六道之 无量善巧分识 丙一 请看释迦 应地 亦以观世音菩萨 做老师分五 先看幻灯片 请联友 开中间的灯 好吗 谢谢 因为大家要看讲义 丁一如来 出世弘法 就是要遇到佛 出世是很不容易的 像我们现在 就遇不到释迦摩尼佛 佛陀的化身佛 已经入灭了 我们常常一首祭诵说 佛在世时我沉沦 佛灭度后我出身 忏悔今生多业障 不见如来今色身 对不对 释迦摩尼佛出世了 可是呢 我们遇不到他 那表示我们的福德因缘不够 佛在世的时候 大制度论里面曾经说 古印度有三分之一的人啊 佛已经出世了 但他不知道有佛 他从来不知道 释迦摩尼佛出世了 大制度论又说 有三分之一的人 听到释迦摩尼佛 哦 佛多出世了 那太好了 可是我现在很忙 他就走了 他听到释迦摩尼佛的名号 但是他的心很散乱 然后他忙世俗的事情 所以他就走了 还有一分三分之一的人呢 在古印度 两千六百多年前呢 佛出世的时候 他一听到释迦如来 一听到 他心中会感动得流眼泪 而且心中又很大的震撼 说我要去见佛 那说明什么 每个人善根福德不因缘不一样 佛已经出世了 两千六百多年前 还是有三分之一的人 不知道有释迦摩尼佛的 所以可见 听到佛的名号是不容易的 我们各位在释迦摩尼佛的法运当中 而闻到佛法 其实我们跟释迦摩尼佛的缘是很深的 就像我 我在释迦摩尼佛的法运之下 而能够出家做比丘 守出家菩萨戒 那我跟释迦摩尼佛的缘 一定也很深的 第二个请看 丁二看幻灯片 忍入仙人文法 今天我要讲忍入 这是很重要的 释迦摩尼佛跟观世音菩萨 学观音法门 第一个在无量的法门里面 观音菩萨教他什么 先修忍入 所以各位金刚经理也有忍入仙人五百事 丁三观音视线涅槃道 观世音菩萨告诉 因地释迦摩尼佛 怎样走上 成佛的大道 丁四 观音菩萨也教 因地的释迦摩尼佛 要常常观 一切有情的众生 无时无刻 不再受无量的众苦 所以常常思维苦空无常无我 是修大悲观音法门的基础 他也可以通南传的慈悲观 丁五 闻到这部经 在这里的经 就是指大乘庄严保王经 你敬畏来记 观音菩萨都会度你的 而且你会震到不退转 好 请看幻灯片 请看经文 丁一如来出世 各位都有讲义 所以为了节省时间 我就直接白话翻译 耳持释迦摩尼佛 讲这个大乘庄严保王经 讲到一个段落的时候 他就曾经对与会大众说 于是在无量节的时候 有一个叫做士气佛 士气佛按照 行佛经的三千佛名里面写 是指这个节前三十节 之前的一尊佛 也叫做士气佛 请看幻灯片 我有写个note 士气佛跟士气佛 是同一尊佛 因为在公国古代汉文翻译的时候 有时候会用不同的字 在士气佛出世以后 有佛出世 那也就是前一尊是士气佛 士气佛入灭以后呢 这个世界又有佛出世 叫做为舍福如来 也称作毗舍福佛 那毗舍福佛就是呢 一切自在佛 是庄严节的最后一尊佛 各位这些名称 可能你会在拜八十八佛 或忏悔名 或三千佛灿 或是拜呢 过去七佛名里面 有些会提到 那佛有十个名号 各位都知道 如来应供正片之 明行足 善事事间解 无上事调育丈夫 天人师 佛始尊 这个请你去查佛学词典 因为这个并不难 为了节省时间 我就不会一个一个自讲 接下来再看 在这个过去七佛里面 请看这张 大约是第八世纪西藏 从印度传到西藏的探卡里面 就介绍的说 中间这尊黄色瘦瘦的是 释迦牟尼佛 右边白色的是 慈心三昧的弥勒菩萨 左边黄色站着 拿莲花的是莲花守观音 所以可见 早期释迦牟尼佛 弥勒菩萨跟观音菩萨 是一佛二菩萨一起供的 下面有八尊佛 最左下角 那个是释迦牟尼佛 往右边数 就是过去七佛 所以各位可以去查到 过去七佛的名号 在这个佛的后背后 有很多眷属 就是八大菩萨 所以古来画佛像跟探卡 他都会依照经文有根据 或有典故而画的 接下来再看 过去七佛的东黄壁画 最有名的是中国张大千 到东黄去临摩 可以看到过去七佛 是常常被重视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这七尊佛的大悲愿力 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广大无边 所以虽然他已经是过去了 所谓过去是指时间的过去 跟他有缘的众生度尽而入涅槃 但是只要听到他佛号 听到他忘得鸿鸣的未来众生 其实也会跟他有缘 所以过去七佛 所谓的入灭 并不是指退休 而是继续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再看 这是用同气雕的过去七佛 所以过去七佛里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 就像八大菩萨一样 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好 再看 请看经文 下面请看第九十四页 第十一行 丁二 忍入先人文法 释迦牟尼佛对除盖障菩萨 请看除盖障菩萨的图片 因为我们很少知道 除盖障是长什么样子 他是八大菩萨之一 释迦牟尼佛对除盖障菩萨说 我过去世啊 曾经做过五百世的忍入先人 住在深山里 其间呢 非常的清雀 清雀 这四个字有点难念 它是classical chinese 我再讲一遍 我住在深山里 其间清雀 清雀 所谓的清雀呢 是说这个土地非常非常的平级 没办法公众 看过去呢 一望无几 几乎快要像沙漠一样 人烟都没办法到 清雀呢 就是它的山是高高低低的 然后呢 无人能到 可是释迦牟尼佛 选在一个没有人到的地方 坐在那里久住其中 做什么呢 禅修 那个时候 我与彼处 这尊佛出世的时候 就是 为舍福如来出世的时候 我听到了很多人都在谈 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而且它有广大的神通跟感应力 而且呢 这时候我听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我就很欢喜 释迦牟尼佛说 自己因地是一个忍辱先人 我是一个先人 可是我听到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它就很大的震动 接下来它就介绍 观音菩萨的因缘 跟他怎么样跟他求佛法 适时观世音菩萨入于金地 这里看啊 我在讲义上画一条线 接下来有金地 银地 请知人 你现在采的是什么 石板地 表示说那个众生 他福报很大 遍地都是黄金 所以他的福报很大 但是这些众生还是有障碍 为什么呢 因为观世音菩萨进入他的国土里面 虽然是黄金为地 但他现身未比这些众生 这些众生叫什么呢 负面有情 有点像像章鱼一样 这样子呢 脸是盖起来的 知道吗 如果各位你看过很多现在的星际大战 或是The Lord of the Ring 对不对 很多电影里面都会创造很多外太空的人 讲到奇奇怪怪 但从佛教的角度来讲 的确 这个世界有无量的众生 有些人 这里经文就讲 有一类的众生呢 就像章鱼一样 脸是这样盖起来的 只露出两个眼睛 面富有情 那观世音菩萨为这些众生讲什么 是八正道 请八正道画起来 做个记号 可见学大乘佛法要从哪里 南传佛教 四圣地八正道而学 还有一个用意 观音菩萨有神通 他可以看到你过去 现在未来 他会为你说法 先让我讲到经文 那观音菩萨为这些负面有情众生 说妙法 说什么呢 八正道 而且让他呢 得到发无上的菩提心 而呢 当得进入无上涅槃之地 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出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观音菩萨见到你的时候 他有神通 比如说你现在 买了花 很虔诚地来拜观世音菩萨 那你说观世音菩萨知道吗 今天思义问 观世音菩萨真的知道吗 答案是绝对知道 为什么 后面我会解释 先让我讲这边的故事 就是说你拜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的心像镜子一样 千江有水千江月 所有的众生 你现在动什么念头 观世音菩萨也知道 为什么观世音菩萨 有这么大广大的神通力呢 因为他一切烦恼都出尽了 他的心呢 一切的就近清静 就像近虚空 遍法界的虚空一样 最大最大的镜子 他可以照所有众生 过去现在 未来的一切因缘 你一定会说 师父不太可能吧 答案是可能 观世音菩萨已经成佛了 成佛就有 骗一切智的智慧 所以观世音菩萨 他看到你的时候 一定看 你这个人呢 也是未来佛 他先会对你合掌 善哉善哉 善男子善女人 他会放光加持你 接下来观世音菩萨 还会看一看 哎呀 你还是苦恼众生嘛 做了新加坡的人呢 还是烦恼这么多 接下来呢 老菩萨就会催催念 观音菩萨保佑我健康长寿 我到一百岁 一百二十岁 观音菩萨保佑 现在经济不景气 儿子呢 不要被老板炒鱿鱼 观音菩萨保佑我孙子健康 听说他最近呢 认识了一个女朋友 是念哈雷路亚 我看到还是很麻烦的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我老公最近身体又不太好 半夜又做噩梦啊 你啊 让他半夜睡好一点吧 你看我们众生 有多少的愿望要祈求啊 我们众生有多少的困难 可是观音菩萨 他都知道 的的确确知道 但是我有个建议 请你讲重点 不要念这么久 因为观音菩萨 不是只有度你一个人 还有很多灵友 排在后面啊 对不对 观音菩萨 他的心就像太阳一样 遍照无量的世界啊 像月亮一样 反射无量世界众生的心念 答案是 你求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 他知道的 观音菩萨 我再讲一遍 他成佛了 他得到一切种智 他对过去 现在未来 他都知道 所有的大菩萨 他都有这个功德力 所以 观音菩萨就会看 那你现在在新加坡 请问你现在 最喜欢什么呢 你最喜欢普门品 他就会为你说普门品 你喜欢心经 观世音菩萨 就为你说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你喜欢念普闲行念品 观音菩萨就会为你讲 普闲十大愿 这是真的 我讲一个故事给各位听 专心听 去年五月 我到了KL吉隆坡 我遇到我十多年前 不见的一个佛学院 一个比丘尼 我不要讲他的名字 他在圆光佛学院读书 当时我教他净土的时候呢 他非常的认真 考试是九十九分的 因为我不能给一百分嘛 他非常认真 而且我教净土的时候 不但要读书考试 还要念阿弥陀佛 他很认真的念 后来呢 他念完以后呢 因为我就离开佛学院 去读法谷山 后来我就出国了 有十几年 我们都没有联络到 刚好呢 还去年姻缘碰到 我见到了他 当然他见到老师 非常非常的高兴 我们将近有超过十五年 没有见面 你想想看 人呢 一刹那之间的缘呢 过了呢 十五年都没有见面 他早也找不到我 因为我当时在国外留学 后来呢 他就 我就问他 你好嘛 他看到我 老师 我非常想念你 你以前教净土中的笔记啊 跟录音带 我通通都留着啊 他真的很用功 然后呢 我们 我就见了他三次面 我也接受他邀请 我出去吃饭 然后去他的寺庙 他的寺庙呢 是很古老的叫巴生龙华寺 然后呢 我就问他 你这几年好吗 他讲了很多他的经历 有几年他不太好 原因是 他出了家以后呢 这几年呢 业障现前 然后呢 他的师父过世了 他非常的难过 因为整个很大的寺庙 只靠他一个比丘尼 尤其是在马来西亚的国家 然后呢 他甚至有一点躁郁症 他看到任何人都觉得很恐怖 看到信徒也恐怖 最后呢 他就跟寺庙告假了 到了一个地方去 诵经静坐 有一天 因为他从小 还没有出家之前 他就拜观世音菩萨 然后呢 当他搬离了 他在闭关用功的时候啊 他很虔诚地拜观世音菩萨 有一天呢 观世音菩萨 真的就现前了 就叫着他的名字 我说吧 传志啊 他的名字叫传灯的传 智慧的字 传志啊 你要好好念 大乘妙法莲华经啊 你现在身心不安啊 是你过去的夜现前 你多生多节都修妙法莲华经 好好念法华经吧 我就会放光加持你 加持你 你的夜就会忏除 你不要害怕 观世音菩萨就消失了 他第二天起来啊 他法喜充满 听老师傅在那边讲经 我绝对不会打妄语 这是真的 对不对 他从小就拜观世音菩萨 所以在他很苦难 求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真的现前了 告诉他 你念妙法莲华经吧 后来他就真的很认真的 每一天念两三品 然后一直念一直念 二十八品 就周而复始念 一直念一直念 本来他的心呢 很恐惧不安 慢慢他心就安详 他去看医生 他忧郁症最后就没有了 最后他就很开心 最后他的病痛都好 这时候他在念 法华经的时候 他就升起一个怨心 说观世音菩萨